本地研究发现随着人口老龄化 过去十多年 每年受伤入院的年长者 平均增加16.5% 而跌倒是主要原因 本地大学生就制作视频 教导年长者通过运动预防跌倒 记者李嘉宜报道 抬起双臂 从椅子上站起来 之后再缓缓坐下 72岁的邓先生 过去十几年来都没有运动的习惯 但有过两次跌倒的经历后 他去年底加入了 Ready Steady Go的活动 每星期运动五天 2018年是进医院的 那么就住了一晚上 那么就花费了三千两百多 我不想这种事情再发生 所以我就继续地参加运动 为了降低年长者跌倒的风险 这群男大学生 在咨询物理治疗协会 和保健促进局后 制作了两分钟的视频 并通过WhatsApp分享七种健身操 目前已吸引一百多名年长者定期运动 很多年长者都会说他们用行走来当作一种运动 可是他们没有办法 就是帮助肌肉方面给的力量增长 所以除了有氧运动 我们也要有那个肌肉强壮的运动 还有平衡力 第三样就是伸展 成都生医院的研究发现 近年受伤入院的年长者 平均需留医八天 比2004年多了两天 通常是因为他们已经患有慢性疾病 所以当他们住院的时候 我们就要比较紧密地观察他们 打个比方 如果他们有服血包的药 或者助于血小板的药的话 我们就担心他们流血的机会 比一般的病人比较高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